边岸,在台湾檳榔滩,便利商店随处可见的老牌饮料博朗咖啡近来红到欧洲、中东、在越旦、塞浦勒斯等国成为销售第一的罐装饮料。 但这样的饮料究竟是如何制作的,有何独到之处呢? 罐装与冷藏咖啡主要差别在于制成的杀菌条件不同,因此产品可分为常温以及冷藏保存两种,常温咖啡多位铁罐及铝箔包装,冷藏咖啡则以小宝特瓶、杯装及新鲜污的包装为主,包装材质的不同,不只影响定价与商品印象,也会有不同的市场区隔及通路分布。 1982年由金车公司开始贩售博朗咖啡,常温罐装咖啡在台湾制造贩售已历经30多年,金车公司发言人马明浩表示,初期台湾市场消费者并不熟悉咖啡,根据市场调查有一半的人不喝咖啡,普遍认为咖啡黑黑的,喝起来很酷,对皮肤不好等。 金车公司透过广告宣传一直教育消费者,博朗咖啡至今仍占据常温罐装咖啡市场第一名,除了自行大量进口咖啡豆的成本优势使得售价清明之外,也许更因为是民众记忆中的怀念风味。 近年易式咖啡机器技术进步,使得现煮咖啡店数量大增,包含便利商店也开始贩售现煮咖啡,而常温罐装咖啡因为喝起来有像是炼乳家咖啡的独特味道,难免有人会因为与现煮咖啡风味不同,因而认为常温罐装咖啡都是调味出来的。 但其实,是因为在生产田充风罐之后,与制造其他罐头食品一样,必须经由高温高压杀菌处理,才可以在常温条件下长时间保存,因为其原料中含有牛奶等成分,在高温杀菌时会发生像是霉纳反应等,使得常温罐装咖啡与现煮咖啡风味截然不同。 2003年起台湾冷藏罐装咖啡市场明显成长,与常温罐装咖啡相比,其风味较为接近现煮咖啡,发展较晚与运输,贩售环境改变有关。 近年由于现煮咖啡占据大半市场,部分冷藏罐装咖啡价格与其相近因此竞争排挤,不像罐装咖啡仍有明显的低价优势保有其地位。 因此除了本身对于原料的溯源与自主管理之外,为全中央研究所咖啡品质鉴定师刘骏诚表示,取得国际公正单位SCAA的咖啡品质鉴定师资格,另外用心研发的咖啡豆配方送交国际咖啡评件组织Coffee Review评分,都是在品牌经营上增加竞争力的方式。 实力,搜集比较市售常见罐装咖啡产品,发现主要成分有水、糖、乳成分、咖啡,而从成分标示可知道,多数罐装咖啡使用奶粉添加调和,仅有少部分品牌是使用牛乳制作, 过去多数消费者认为厂商会以奶精等非奶成分增添风味,但实际在市售罐装咖啡较少见使用奶精。 而说到咖啡成分有个罐装咖啡常被误解之处,便是在成分标示中的咖啡萃取液,部分消费者因此认为这代表罐装咖啡都是化学合成的, 但事实上咖啡萃取液指的只是单纯自咖啡豆萃取出的咖啡,厂商表示标示萃取液只是加以著名分辨。 而我们也发现有部分产品直接标示咖啡两字,可见目前法规上并未有此部分标示的统一规定,此外有部分产品则会再添加集容咖啡粉,主要用途是为了增添风味,但也都并非是谣传以人工香料等调味制造而成。 除了主要成分之外,另外有两种合法食品添加物常见于罐装咖啡中,分别是碳酸氢钠与乳化剂,其中碳酸氢钠就是俗称的小苏打,添加在罐装咖啡中可以平衡pH值,主要是为了避免高温杀菌过程导致乳蛋白变质,否则可能会出现像是咸豆浆的状态,乳化剂则则是为了避免高温杀菌。 避免咖啡饮料有浮游状况,添加目的都是为了确保产品的品质与状态,避免消费者饮用时有不好的感受。 虽然普遍认为添加食品添加物是为了节省成本,但事实上食品添加物本身也是原料成本之一,合法业者并不会没有目的地的胡乱使用。 在营养成本上,饮用罐装咖啡产品反而要留意糖与钠的摄取,且市售罐装咖啡在糖与钠含量有明显差距。 根据美国心脏病协会建议的每日糖分摄取量为女性少于25公克,男性少于37.5公克,实例,搜集比较的市售罐装咖啡中,糖含量最高者为每100毫升为11公克,等于单罐的含糖量为32公克,已超过美国心脏协会建议的女性每日摄取量。 另外,钠含量在卫生福利部建议摄取量为每日2400毫克,但营养师林士航指出实际上人体每天仅需要100毫克的钠集足够,实例,搜集比较的市售罐装咖啡中,最高者为每100毫升含有钠68毫克,因此购买挑选上可多留意并且误过量。 文鞋线陈运竹本图鞋线文经授权转载自实力Footnext原标题,即饮罐装咖啡是真材实料不适调味咖啡,责任编辑鞋潘鱼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